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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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凯迪夫的要求相对来讲会要高一些 亚思总分要求是要达到7.0 其中单科的话是不低于6.0 接下来是全球排名28名 全英排名第5的利兹大学 利兹大学的新媒体专业 相对来讲学费要稍贵一丢丢 学费是22250英镑一年 那么利兹大学这边注意了 他的官网没有要求要PS 所以大家其实也不需要递交PS 如果递交的话 其实会加大招生官的审核量哦 那么他的语言要求的话是雅思6.5分 单科不低于6.0 还有传媒全球排名40名 全英排名第7的莱斯特大学 课程的话是数字媒体与社会学 一年的课程下来也不超过2万英镑 学费是18175英镑 申请的文书材料这边需要提交PS 也就是个人陈述和推介信 语言的要求的话也只需要雅思6.5 单科不低于6.0几课 这里是那老师给大家说一说 数字传媒大概的学习内容 会用网传播 数字技术 社交媒体 也会收集到一部分编程语言的学习 比如PHP Java等等 所以本科阶段有过编程学习经历的同学 在英国学习数字媒体的过程中 也许会更有优势 以上的课程项目中大部分都是 有相关的本科背景 如果没有相关背景 有相关的工作经验也是OK 具体到入学分数 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list 入学要求也不一样 欢迎同学们私信咨询 那么在文章开头 史诺老师就有提到过 英国针对2021年下期毕业的国际生 都会自动获得PSW工作签证 那么接下来 史诺老师会给大家说一说 PSW签证对于咱们国际生找工作的帮助 首先咱们来看一下 PSW工签出来之前 国际生想要找工作的话 有了一些状况 或者比较难的原因在哪 第一 学生签证Tier4转工签Tier2需要雇主担保 而且需要达到20800英镑每年的年薪要求 第二 工作如果不合适 没有办法换 除非自己想要去的那家公司 能够提供给你自己雇主担保 也就是养情相悦那种 但是实际上这样的情况确实会比较难 PSW签证出来以后 对于我们的帮助在哪里呢 第一 在签证期间如果遇到不合适的工作可以换 不用担心签证的问题 第二 积累大企业的工作经验 回国找工作更有资本 第三 在国外的工作会训练如何跟不同国家文化的人 故事的能力 对于回国后进入国内 大企业会很有帮助 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Chanel老师的朋友圈大学的HR小哥哥跟小姐姐都已经说烂了 第四 最后但也是最重要的 找不到工作怎么办 Chanel的建议是回国 别做过校招 浪费了应届上的身份 接下来是案例分享时间咯 Edge同学是国内211广告学专业毕业 毕业后在娱乐公司工作了两年 想要通过英国的学习更新学历去到大厂工作 详细的文书材料说明学生的能力和未来的规划 最终顺利的拿到offer 那么今天Chanel老师的分享就到这里啦 大家有任何疑问可以私信或者是评论老规矩哦 那下次见啦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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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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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为您申请商科硕士 我为您申请曼车斯特大学 我为您申请澳洲国立大学 我为您申请学校管理硕士 我为您升UCL大学 我为您定阶级酒链 我为您写签证文书 我为您做签证培训 我为您做选课辅导